一個國家的疫苗產業 實際上是國家安全的產業 如果自己有自治的能力 還有自己有研發的能力 那是最棒的 這件事情我們相信 在未來一定會能夠真相大白 還給這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 這間市長 一個很好的 來論證 說還給他清白 台大論文是抄襲來的 已經驚呆全台 如今民進黨全黨 蒙著眼睛狂挺抄襲 更讓全民傻眼 高端用騙的 論文用抄的 高端推銷員陳建仁和抄襲載政文餐 一起組成 吃相難看的行政院 今天先說說陳建仁 明明自己打的是安慰 即還可以大言不慘的 為高端疫苗掛保證 讓台灣人民接種一個 國際不承認 無法入境美國日本的疫苗 再加上陳建仁 一再的護航林 之間的論文抄襲 甚至還要攻擊台大 等於2022最大的兩個民怨 陳建仁都是共犯結構 況且陳建仁明明就有公衛的專業 去罔顧人民的託付 極力護航高端 所以這樣的蘇夏承上 大家覺得對台灣來講 會有實質的改變嗎 民進黨這次換閣 就是說院長副院長換掉 但是閣員基本上不動 就有點像換湯不換藥 換瓶不換酒 辛平莊舊舊舊 那特別是有爭議的 你比如說 特別是陳其中跟薛瑞源 這兩個在立法院 每天就像鬥雞一樣 跟國民黨立委在那邊吵架 跟在野黨立委吵架 你要知道民進黨是執政的沒錯了 但是韓國瑜也拿了500多萬票 整個你看民調來看 民進黨就算台灣2300萬人 就算是有1200萬人支持你 還有差不多1000萬人是支持國民黨的 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原則是要重視 要尊重少數 那國民黨並不是少數 在台灣也有差不多40%的選民在支持 那這次九回一選舉更看得出來 60%的選民是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那你民進黨怎麼可以把這 將近1000萬的選民都視之於無誤呢 對不對 你在立法院表決你贏是沒錯 但是你要尊重在野黨他們的意見 你完全不尊重在野黨的意見 這是民主政治嗎 這是民主獨裁啊 所以你像薛瑞源 剛上來當衛福部長 就哇 每天都撲撲罵街一樣罵 那個陳其中也是 農民的權益他照顧了多少呢 除了補貼他會做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王美花說 因為劉他是為了綠能 綠電 那綠電現在搞成什麼樣子呢 對不對 3月14號核二廠的2號機就要停止運作了 就要把它廢了 那你接著上來嗎 要花多少錢呢 去年中油台電一年就虧損了5000億 你經濟部長怎麼做的 一年光這兩個公司虧損5000億 今年還要虧 今年會比去年虧的更多 那是名指名高耶 台灣有這麼多錢讓你揮霍嗎 讓你這樣消耗 讓你這樣浪費嗎 所以我是覺得 而且蔡英文嘴巴常常講 團結啊 大家要團結啊 你搞這些部長怎麼能團結呢 對不對 你跟在野黨吵架跟叩仇一樣 跟敵人一樣 比罵共匪 比罵中共還兇 你怎麼可能朝野團結呢 怎麼可能朝野和諧呢 他們說現在這個陳建仁內閣是一個什麼 溫暖內閣 這什麼個溫暖內閣啊 對不對 你等於是放狗咬人嘛 你讓你的部長去咬 這叫什麼溫暖呢 所以我覺得 這完全是不可思議了 民進黨把民主視為無物 好不容易 就是說 台灣好不容易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民進黨再倒退了 完全走回頭路 會比較像是鬥雞內閣這種感覺 為了這個政治鬥爭來做 對 為了他們的派系的利益啊 為了民進黨的利益啊 他就是一個鬥雞內閣 他還不算一個戰鬥內閣 他就是一個鬥雞內閣 好 如果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呢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